5月6日上午,5.78万名武汉高三年级毕业生以及中职技工学校毕业年级学生返回阔别百余天的校园 记者看到,从早上6点起,就有学生陆陆续续来到学校,根据间隔线标识排队 在教师引导下逐一通过红外线测温后进入校园 学生们均佩戴着口罩,有些还自备了酒精、消毒湿精等消沙防护用品 我觉得学校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各处消毒都做的比较到位 大家都戴口罩就还好 武钢三中行政副校长陈锋介绍,为保证高三学子顺利安全复课 以从吃、住、行、学习、就医等方面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在上课方面,学校将原本50人的班级分为A、B两班分开授课 就餐方面,食堂采取送餐制,每个班级的学生在教室分开用餐 武钢三中目前有47名住校生 该校将四人宿舍分为两人间,暂不允许使用空调 此外,学生还将厕所的传统式水龙头换成感应式水龙头 尽可能减少皮肤直接接触 我们也会尽力地把所有的工作做细、做实 所以在学校安全这一块,我们认为是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据武钢三中高三年级主任张志凯介绍 除了做好防护工作,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 为此,该校高三年级将复学第一课统一安排为班会课 为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班会上,武钢三中全体高三师生起立齐唱国歌 行拱手礼感恩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教师及父母 并互相为同学们鼓劲加油 此外,高三九班还开启了吐槽大会 学生们畅谈疫情期间的感受,释放久居在家的负面情绪 对心理更侧重,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老师的关注 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把它努力的克服过去 根据安排,武汉高中毕业年级复课后 其他学段和年级将采取差异化、错峰、分批次、复课复学 具体开学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综合研判后另行发布 我在非典那年出生,我在新冠这年高考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的帮助之下 能够在两个月以后实现自己人生中间第一个想要实现的重大目标